空袭警报啪啪走 万安恐龙哥红了 南台湾一名男子上周四万安演习时 穿着恐龙装啪啪走 被人录下 媒体为他管了万安恐龙哥的称号 据称恐龙哥是在淘宝购物网站上 买到这套恐龙装的 恐龙哥表示 万安演习时 他原本在高雄一间泡沫红茶店工作 看到有位老太太慢慢地走在街上 他想日行一扇 就穿着恐龙装去帮他 结果阿嬷被恐龙吓个半死 马上就走了 恐龙哥很灰心 无法达成任务 下次选个比较不可怕的服装嘛 更糟的是 恐龙哥由于万安演习时 在街上爬爬扫 现正面临最高15万元的罚金 这对于台湾上班族来说 都是好重的罚金 更何况是一只恐龙 这对于台湾上班族来说 他可能是一只只顾后 就好重的罚金 比较不可怕的 专人 也好 我第一次看